銀念土是由日本三寧所研發的 當初三寧研發銀念土是用於汽車工業上的 後來發現原來銀念土除了在汽車上使用之外 亦可以做到一些修飾或擺設 後來就在日本甚至亞洲和歐洲地方流行 而今年正正是日本三寧研發銀念土十周年的紀念 其實銀念土本身是由一個名稱叫做PMC 這是以日本三寧公司屬下的機構 全名叫做Puris Metal Cake 中文叫做貴金屬 其實貴金屬研發銀除了銀之外 還有金研發銀和銀研發銀 不過最受廣泛使用的暫時都只是銀念土 原因是因為金研發銀的材料費太貴 而銀念土只是研發幾年的時間 它的穩定性未足夠 所以暫時我們使用銀念土會比較愛 而在香港近幾年都開始多了同學學習銀念土工藝 現在簡單介紹一下 其實銀念土除了是一個銀念土狀之外 其實它還有其他的形狀 包括紫狀黏土 我們可以用來做一些剪貼 或者是可以用來當摺紙用都可以 另外這個就是叫做Paste 就是高狀的黏土 高狀的黏土 高狀的黏土 高狀的黏土就是我們可以做一些收補的工作 或者是我們可以把一些我們想要的 例如樹葉的紋 可以把它塗出來 然後就造成一些銀器的釋放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針狀的黏土 即是等於我手上這支 這支叫做銀念土的針 它可以幫我們做一些空心的設計 或者是做一些收補的工具 平時我們在家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基本的工具 需要準備 然後才開始去做我們的銀念土 在開始做銀念土之前 我們會有一些工具是需要準備的 第一件事就是銀念土 按一塊膠板 膠板我們可以不用這個膠板 而反而用一些CD盒 或者一些硬身膠片去代替 放絲刷 拋光筆 2kat 2kat 20 2 3 8 6 1 2 一 7 其實Boot Tape我們也可以叫做掃描泥 它的用處是什麼呢? 就是用來做練習時用的 當我們開始做銀簾套的時候 可能我們未那麼快適應到銀簾套的特性 所以我們就可以先用Boot Tape去做一些簡單的練習 對嗎? 對嗎? 例如,我們可以擦長 這樣 這個就是日本三菱專用的架子尺 我們現在在市面上用的一些量架子的尺寸 是會有少少不同的 現在就教大家用那個的使用方法 我們先打開打尺 然後會用一個適合的銀簾套 例如,13號 為什麼適合呢? 就是當我們打進去的時候 會有少少短短 但是又不會像12號一樣 卡住了 又不會像14號一樣 很鬆的 就算是我們需要用的那個尺寸 就算是我們需要用的那個尺寸 對 做了尺寸之後 我們需要準備兩個的架子芯 我們就準備了一對的架子芯 這樣吧 那麼,戒指芯它的材料其實是陀瓷裡的 它的作用就是幫我們輔助去將一隻架子燒成 令到燒成之後,整隻架子都會是一個圓形 而不會變形的 我們使用戒指芯的方法 你看到我會有一套的架子芯在這裡 用處就是用來 讓我們在做這個架子的時候 用來做一個輔助 那為什麼會是12號和15號呢? 12號就是當我們整齊架子的時候 當我們放在露燒之前 我們才會用的 而15號呢 就是我們在初步要做這個架子的時候 所使用的一個架子芯 我們在做之前呢 先會用一張的紙 或者是可以用鋪設 鋪在這個架子芯上面 之後呢 才會再開始我們下一步做架子 好了,那可能我會問 那究竟我怎樣去決定 我要用幾號的架子芯呢? 剛才量了架子之後 我們會用13號 那為什麼我們用的架子芯 不是13號是12號呢? 因為當我們要去燒這個架子的時候 我們會用一條的麵條 然後呢 先鋪著架子 先鋪著架子芯 然後再把架子套進去 再放進露燒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這個是陶瓷 這個是高溫棉條 而我們的銀簾套呢 就需要套進去 燒成出來 然後才可以刷 那當整個過程完成之後呢 我們呢 我們呢才可以把架子 在架子身上 拔出來 的速度